打开货车货车斗 一大批刚补货的养殖乌鱼 从货车上倾泻而下 就像乌鱼瀑布般 场面相当壮观 工作人员忙着鲨鱼 取出乌鱼卵 乌鱼剑 最后再将乌鱼壳装箱 一气喝成 每年到这个时候 我们嘉义这边就可以看到到 在剖乌鱼还是塞乌鱼籽 那我们嘉义的品质非常的好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 得天独厚 有23.5度的北回归线通过 乌鱼本身是属于寒带鱼 它越能 它乌鱼只会结生长得越好 乌鱼本身是属于双性 雌雄铜体 它一年之后 它母的本身会比较 母的会占大多数了 凌晨6点天还没亮 捕捞师傅们已经开始沿着 池边下网准备捕捞乌鱼 有人拿着长棍拍打水面 把乌鱼赶上水面 捕捞师傅把被赶进网内的乌鱼 放血去腥味 再放进货车冰镇 再送往乌鱼处理场 乌鱼受到轻架 它就会往四处穿 它不会一直躲在 那个最深的地方 对 所以它这样子 以后你做要吃 轻吃的时候 你会比较轻松 嘉义县乌鱼养殖面积 超过200公顷 年产量近900公顿 是顶级的乌鱼资产地 但近期因饲料上涨 气候异常 导致饲养成本增加 鱼货也相对减量 这一池大概七分多地 基本上我是放了 3550左右 但是我预估看 有没有大概3000或3200左右的 那个鱼上来这样子 虽然它是高死亡率 但是你不能靠单一物种 因为养殖业本身就是 起起落落嘛 今年这种鱼种不好 不代表明年它不好 有20年养殖经验的黄友男表示 现在正是乌鱼盛产季节 而且是最肥美最好吃的时候 喜欢吃乌鱼的老饕可得把握机会 新唐野太电视胡书霞方亚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